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大陆B站看到一位叫仙剑问琴的直播主 他在一部影片当中提到胡歌版的仙剑西侠传一句中 刘靖元他是用身份加身份 称位加称位来称呼别人的 这就让我想到当年七龙珠在卫视中文台播出时 可罗博士一脚翻译问题 首先呢 我们华人口语上不会有称位加称位的习惯 也不会说完全没有 只是就比较少用了 而在日本动漫七龙珠有一个反派角色 在台湾一般会翻作可罗博士或盖洛博士 由于碧人从小接触的就是卫视中文台的国语版 所以以下就用卫视中文台的翻译 像是可罗博士啦 西鲁啦来称呼吧 接着可罗博士呢 被他所改造的人造人类17号18号杀掉之后 另一个人造人类西鲁出现 西鲁吸收掉17号后 曾用17号的声音来迷惑18号 口称 TOKUTAKERO SAMA 幻化成中文的话就是可罗博士大人 嗯 当下有些奇怪 而卫视中文台的国语声音呢 起初把TOKUTAKERO这个角色 印译成多克打可罗 简单来说就是把TOKUTAKERO这个博士给印译了 这位男人组会对我们带来相当大的威胁 并且伤害到你们 他们是谁 是外星人吗 不是 是在地形上所制造出来的人造人类 也就是所谓的人和机器的结合体 创造出他们的人 就是红丝金军团的狂人科学家 多克打可 红丝金军团 没错 都是因为你的缘故 毁灭了红丝金军团征服世界的梦想 只有多克打可罗存活下来 你的说话方式简直就是以多克打可罗的身份在说话 不要说傻话了 我是多克打可罗所创造出来的人造人类二十号 多克打可罗已经死了 他已经消失了 虽然就在翻译上出一点差错 不过呢 台词上已经形容他为狂人科学家 所以博士称谓省略调好像也不是什么多大的问题哟 可是后来卫视中文台的翻译者似乎意识到错误 所以在后面的集数当中呢 把这一脚更正为可罗博士 点到希鲁刚吸收调十七号之后呢 台词上就变成了可罗博士大人 我的名字叫希鲁 是人造人类 人造人类 我是经由可罗博士使用电脑所设计出来的人造人类 又是可罗博士 来吧十八号 你不要再迷惘了 我们赶快合体就可以得到最强最大的力量 然后继续完成可罗博士大人未完成的心愿 我们打败孙悟空 然后再更进一步掌控全世界 不要骗我了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十七号 因为我们都一直很讨厌 令你随便把我们改造的可罗博士 那你怎么有可能支持他为可罗博士大人呢 这道浪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更正 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比较少称位加称位的习惯 原本的多克达可罗将错就错到底的话呢 就会变成多克达可罗大人 这种反而没那么的尴尬 不知各位觉得这样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留下你的想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